推開後是完全不會有黏黏感 不會有負擔感 Hello大家好我是Suan 來到9月份終於可以和大家拍我今年最喜歡的6款防曬 真的試了很多款不同的防曬產品 總結了這6款是我日常用得最多 還有使用感受最好的可以和大家分享 首先就說兩款我在家用得比較多的防曬 分別有SUM37 Cushion防曬 還有Bobbi Brown Intensive Skin Serum 可以用來做primer的一款防曬 先說這個Cushion 其實它本身是一個很輕薄很水感的質地 除了韓國品牌之外 其他品牌都很少出一些Cushion狀的防曬 用的時候只需要這樣按一按 上面的時候是非常方便 而且它真的很輕薄 它也會有輕微少少泛白 其實那種泛白就不是死白那種 純粹是它有少少潤色的效果 但真的很輕微 就不是我接下來說的潤色防曬的效果 還有我覺得它最舒服的就是用上臉上沒有負擔 另外它的防曬系數也是比較少的 是很適合日常在家用的 就是SPF32和PA兩個加劑 其實好像在家裡一樣 現在大家看到一個非常大的很光的畫面 其實真的是我家的房間窗的自然光 或者像我的廳的大窗一樣 我之前有時候懶得不塗防曬 真的發覺會曬了一點曬斑出來 還有生完小朋友也會有些荷爾蒙斑 所以防曬是真的非常之重要 就算你那天是真的在家 只要你有日光會射到你 其實都是很需要塗防曬 所以我在家就會盡量用一些 可能防曬系數低一點 刺激性其實就會小一點的一些防曬 Walby Brown的這個Intensive Skin Serum 這個它就是SPF25PA兩個加 它是可以用來做一些粉底的Base 它的質地就相對之下是比較滋潤一點 所以夏天來說它不是終極適合的 但因為又是啦 因為我在家長期開著冷氣用它是非常之舒服 那滋潤度是剛剛好的 而且它那個提亮效果也有一點 也都不是那種滋潤的效果 就是它不是會令你的皮膚變成別的顏色 真的會令你的臉可能光澤感好一點 還有會有一點令它沒有那麼黃啊 或者沒有那麼暗的那種滋潤的效果 秋冬用它也是非常之適合的 但如果戴口罩的天氣只用它 你就會稍微覺得它黏了一點 但如果你是乾性皮膚或者偏乾的朋友 是絕對值得一試 跟著是這一款 之前跟他們做過合作片 Chiseido Anessa的小朋友都用得的防曬 6個月以上的小朋友就已經可以用這一款了 如果大家有用過Anessa的防曬 都知道它是超級之似Powder的質地 推開了之後是完全沒有負擔感 還有黏黏感 真的很舒服的 所以就算踩在豬仔身上 你都不用怕它黏或者敏感 還有它這個配方跟金色那個不同 是終極適合敏感機的 所以又是啦 如果那天要出去然後又不想化妝 我又知道要戴著口罩好焗身啊 又或者是要去一些戶外活動 比較長時間戴妝的情況下 我就很怕用完回來之後 臉會敏感 那我就會用這一款防曬 還有如果我要跟豬仔出街 我也是會帶定這款防曬 去塗它的身 或者是補一下它的臉 或者是塗一下自己的身 所以我覺得它的性價比是超級高 我沒有記錯這一枝都是200元左右 它都有SPF50 Plus 還有PA4個加 都是日本的防曬 就是最高級別的防曬系數 同一條片裡面 都有介紹過的這一枝白色妝的 它的分別就是有一點潤色效果 所以如果你那天是不想化妝出去 這個是其中一個選擇來的 接下來介紹的這三枝 都是有這個功能的 那究竟它三枝有什麼分別呢 首先是Chiseido這枝是SPF50 PA4個加 一樣都是有養膚成分 詳細介紹可以看回我上次的合作片 我覺得它在我身上最大的感受 就是比較滋潤一點點 就是它不是說終極清爽的那個效果 但它的滋潤又不是黏的那個滋潤 所以我覺得是幾舒服的 尤其是我之前去生嬰兒 其實我都是用這一枝防曬的 就算你不太卸妝 都不會令到你起一些粒粒粉刺 Bobbi Brown這一款 我覺得如果不是好像我在家用 真的外出戴口罩 我覺得它有機會會吐粒粒的 所以如果你皮膚是偏油的女生 就不要選這個了 但這個我覺得就算你皮膚是偏油一點點 其實都可以選擇的 還有這個應該是我用得最多的一款 我真的用剩很少的 但這些滋潤防曬 你需要長時間曝光 很怕生著斑 就可能用這些不太好 因為如果你真的塗得太多 會好像塗太多粉底的效果 會不太自然 需要戶外活動猛烈曬太陽 我都是建議大家用這些 不是有滋潤效果的防曬 這個的滋潤效果 跟我之前又是介紹過的 Amplar這個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這個會再清爽一點 這個可算是我今天介紹的 所有防曬裡面最清爽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很乾的皮膚 或者你是秋冬用它 我覺得你真的要做好打底 它是戴口罩很friendly的一個防曬 首先它一定不會有一些color transfer 還有用完之後是完全沒有黏黏感 你直接不設定碎粉 都不會覺得它黏著任何東西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怕很怕黏 你可以試試這款潤色防曬 另外Amplar之前也有一款 是我介紹了很多年 我很喜歡的一款 沒有潤色效果的那支雨液狀的防曬 那支我就覺得更加適合不同的皮膚 或者一年四季去用 這兩個作為媽媽 或者趕著出門口的情況下 還有現在戴口罩又不是很需要脫口罩 我就很喜歡用這兩款 各有各好 這個就是皮膚乾一點的時候 用會舒服一點 這個就是如果那天的臉 其實皮膚狀態都OK 然後它的乾煉程度也不是很多 我就會用這款的 那兩個的防曬系數呢 其實是一樣的 都是SPF50 Plus和PA++++ 我亦都會分別放兩個的潤色效果 在這裡給大家看一下我左右兩邊的對比 最後就是這個 介乎在粉底液和潤色防曬之間的 是終極高遮瑕的一支CC Cream 是Covermark的Skin Bright Cream CC 它是有SPF50 Plus和PA++++++ 這個如果也是戶外活動 要補曬那種就真的不好用這個了 它是用很少的份量已經可以救你均勻膚色 還有它甚至乎是有低遮瑕的粉底的效果 即它是很皮膚的 它的顏色是很實淨的 那這一種CC Cream我就真的會當它是粉底這樣用 只不過它是一個很高防曬系數 而又比較低遮瑕的粉底 而且它的質地都是很清爽 很適合夏天或戴口罩的天氣用 我就會直接用它 然後塗遮瑕膏遮住眼底 然後再滑眉 然後會撲透明碎粉 或者撲少少有顏色的粉餅 再加強遮瑕膏 這樣就可以出門口了 這個就是適合一些 不可以只用粉餅都覺得完成底妝的朋友 可能你怎樣都需要有少少提亮 或者遮瑕度的話 用這個就適合了 而且你看到我都用得很變身 這一款我自己其實都真的挺喜歡 但是它真的偏乾一點 所以之前的保濕要做好一點 還有就不要用太過控油的水粉 如果用完之後 你可能真的會覺得有點乾 今天就很快分了這六款 我這個夏天真的經常用 而且比較多用一些潤色防曬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儘管可以去試一下 還有我都會把所有的價錢 或者買到它的官方連結資料 都會放在下面 大家就可以詳細參考一下 喜歡這次的影片就記得給我讚好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就是追蹤我的社交平台 還有記得按下個小鈴鐺 我下次出片就收第一時間的通知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